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透过禅修可以彻底根除烦恼 在归依佛后 我们的心要完全融入佛法 培养安详而谦卑的胸怀 其次 在归依法后 我们的眼影要与佛法相契合 因此 在归依身后 我们的一举一动 均必须与佛法相契 舍弃不善的行为 我们的心像是一个投影机 放射出来的世间花花绿绿的树像 充满着整片影幕 然而佛法的影像却空白一片 我们一定要舍弃 在归依对熟悉执着的心 对熟悟执着的心 对熟悟执着的心 自己时间去做自己 除此之外 也无其他 他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允许自己放松 然后做本然的自己 不去想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也不去担忧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你所要做的 只是单纯的放松 然后安住于自身的本然状态 让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之前所谈到的 是种爱与慈悲的自然关系 以及我一直以来 所告示的一个喜悦 希望我与众神之间的 这种爱与慈悲的关系 并不只是如昙花一线般的短暂 而是能够深深事实 长久地延续下去 但我并非在暗示 我具有什么样的神通力 而是一种稳定 诚挚 随时准备好 蓄势待发的慈爱与悲心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经验 的宗教 你可以不信 但你一定要尽 倘若我们不了解 也归一和它的重要性 便不能修小秤法 当然更不用说 大秤的法门了 倘若我们没有生起菩提心 便无法修大秤法 更不用说金刚秤的法门 了解这些基本原则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当我们真正生起菩提心时 便进入了菩萨道 得以身身世世 常遇名师 临受佛法干怒 迅速开悟 赠得圆满 圆满佛性 平常我们在讲话中的 强调的事 强调的都是自己的想法和见解 并且坚持自己才是对的 固执地想要说服他人 但是具备大悲心和善巧方便的佛陀 不是这样 佛陀会以众生容易理解的方法 引导对方赐地修持 最终赠得就近的佛果 想要成就圆满佛果 就要圆满积聚之良 要能圆满之良 就要皈依所有的佛陀 佛法和身众 如果有偏思分别之心 是不可能圆满积聚之良 是不可能圆满资良的 虽然在身体 语言上有很多限制 无法做到像诸佛菩萨那样 利益无量众生 但总是会提醒自己 要好好思维自己为什么活着 活着代表什么 我认为自己之所以活着 就是为了利他 或许只是这样活着 就可以鼓舞很多人 即使身体 语言做不到 但利他的心 是不能舍弃的 所有的佛萨 能成佛 也是因为大悲心 就是因为一念大悲心 不认众生的苦 就算只是为了一个众生 也愿意长时间待在地 也正是因为大悲心 而想禅佛 因为想帮助众生 远离痛苦 要求祢能身体 而如今的佛萨 区分为专注于外的悲心 与专注于内的悲心 当往外观察到众生的痛苦 而生起解除他人痛苦的愿望时 这是我们通常说的悲心 当往内观察到自己的痛苦 而生起断除自身痛苦的愿望时 这便是出离心 自身的痛苦也好 他人的痛苦也好 想要从痛苦中解脱的悲心 却是一致的 法王敦促听众 要爱惜自己 法王强调 真正的爱自己 包括要能认识到 什么是对自己有益 而什么又是对自己有害 这些也都需要靠我们深入的思维 与基本的分析来判断 举例来说 我们可能会带着 鄙夷的态度来对待他人 以为这样是战上风 但是这最终反而会伤害到 我们自己 为了能够有效地 利益他人 我们必须了解各个众生的烦恼 能力与需求 法王评论道 这需要有极大的智慧 并且最终是需要有骗子的能力 因为众生的数量无尽 众生的烦恼也是无尽的 因此 菩萨为救度众神 升起大悲心 而将成就骗子的佛果 视为他们最重的目标 谈到我们自身 对悲心的修持 由于我们目前由身陷无害 是无法就这样忽视自己的情况 而完全地去照顾他人 实际上 我们更应该培养 对自己的关心与爱护 并在这样的基础上 来照顾自己 同样地 如果我们希望带给他人利益 我们就有责任 调伏自心 以掌养内在的财富 如此 也才能利益到他人 好 哥部队 是 這個能承受為佛果吧悲心之種子 不許向殿種購買或向他處移近 而是自然存在於我們的內在 但是,悲心的種子卻是需要我們的栽質與細心的攪拌 同樣的,我們也必須將悲心深深地根植入行 讓它變得安定穩固 如此,我們才能進一步地成長 悲心的培養卻是一個無法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東西 我們必須心甘情願地去修持它 因此,悲心的修持與個人的選擇有關 而且它能夠帶給我們自由 相反地 煩惱會奪取我們的自由 而將我們置於它的掌控之下 悲心賜予我們 掌握生命的機會 《忍辱》 並不是說只是強忍著苦難 或是強迫自己吃苦 而是我們必須積極地訓練自己 去看到煩惱的過患 如稱恨的過患的 在刺激抗 祝福 特朗 天 有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基于众生平等慈悲相待之理念 慈悲智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速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举办礼拜慈悲三昧水菜 恭请慧姓法师领众 日期10月27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 联络电话0627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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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7161616 或 06271612 0627161612 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童瞻法医共睦福恩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 愣言经法会 恭请会信法师领众 日期11月23日星期六至11月24日星期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至下午5点 联络电话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同灾法义共募福恩 你可能已经了悟佛即是你的自心 但人因是庄严的本尊至爱如一己 你可能已了解苦的本身 即是最大的乐 但人因避免制造一切的苦因 苦行和苦业 你可能已经转化情绪为本觉 但人因避免以三毒和五毒之火 烧灼的心 你可能已经体骗到无为是最大的自在 但人因以最大的精进智力皆善 未来是自称为禅修者的你们 如果你抱持高尚的见地 但行为依旧低劣 你便有受制于享乐主义的危险 如果你宣称信仰空性 却相信空无 你便有落入断见之边的危险 如果你的修炼 是将自心禁锢在无念的昏尘之中 你便有落入身闻极灭的危险 如果你宣称万法违心 而行为轻浮 你便有落入下三道的危险 如果你攀植最高见地 而嘲笑其他佛法的修持 你便有落入无尽痛苦地狱状态的危险 如果你无法攻占 无造作了知的堡垒 你便有落入六道轮回的危险 如果你进行禅修 却相信心是恒长的 你便有落入常见之边的危险 如果你假装禅修 如果你假装禅修 却尚未了知心性 死亡时 你便有误入歧途的危险 若在进入佛法之门 珍贵的明灯之后 你无法在一生之中努力求取无上的成就 反而继续追求如此毫无意义 与累优人们的世俗目的 你便有落入佛法与自心分享的危险 不要用不平衡而愚蠢的修行 来蒙骗自己 因赋予你自己真实文思修的一切财富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